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这是我们首次以上海合作组织加的形式举行峰会 好朋友 新伙伴 祭祭一堂 共赏大祭 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本组织理念广受欢迎 成员国的朋友遍布天下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世界格局加速演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 人类文明在大步前进的同时 不安全 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也明显增加 应对好这一大变局 关键要有十变之志 应变之方 求变之勇 我们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坚定不宜走契合本国国情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让各国人民安居 乐业 幸福 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建设团结互信的共同家园 不久前 中方举行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上海精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成 是本组织的共同价值 应该倍加珍惜和始终遵循 我们要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通过战略沟通 消弥分歧 凝聚共识 增进互信 中方建议成员国 加强之国理政经验交流 适时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 第二 建设和平安宁的共同家园 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 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线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本组织要守住 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安全的底线 各国都安全 才有真安全 我们要完善安全合作机制手段 多几道保障 就多几分把握 本组组织要加快建设 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 综合中心 机器下设的机构 建设进度中心 加强情报交流 开展联合行动 共赴一方安宁 中国作为地区反恐部机构 轮值主席国 将办好反恐协作 2024联合反恐演习等活动 阿富汗是地区安全 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要发挥 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 等平台作用 加大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支持 推动阿富汗搭建 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 建设繁荣发展的共同家园 实现现代化 是本组织国家的共同目标 中方建议将 2025年 确定为 上海合作组织 可持续发展年 聚焦发展动能 推陈出新 中方愿同各方全面落实 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八项行动 用好农业示范基地 地方经贸示范区 生态环保创新基地 等平台促进区合作 扩大本币结算份额 积极推进 筹建 上海合作组织 融资平台 中方欢迎各方 使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 参与国际月球 科研站建设 中方倡议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数字教育联盟 愿在未来三年 向本组织国家 提供不少于一千人次 数字技术的培训名额 我们还要推进 本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 完善运作机制 提升运行效能 第四 建设木铃友好的 共同家园 文明对话 对促进世界和平和睦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方愿为本组织 国家文明对话 提供优质平台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 物龄友好合作委员会 等民间机构作用 继续办好传统医学论坛 民间友好论坛 青年交流营 青年发展论坛等品牌活动 在本组组织 在本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 青岛 主办绿色发展论坛 妇女论坛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未来五年 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 提供一千个青年富华交流名额 相信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地区各国互学互建 人民相知相亲的局面 将更加生动 第五 建设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 本届峰会发表阿斯塔纳宣言 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 发展倡议 物龄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声明 发出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合作 不要对抗 要公正 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 我们要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消弭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 贡献上海合作组织力量 各位同事 激励所举无不胜 众志所为无不成 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 一路走来的成功经验 也是新征程上 应变局 开新局的 必然选择 阿斯塔纳峰会后 中国将接任 轮值主席国 中方愿同 本组织伙伴 团结协作 同更多认同 上海精神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 携手并进 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更加光明可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尊敬的主席县程 为您的发言和深深的想法和近视性的倡议 我相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担任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期间 全面落实这些倡议 将为上海组织的进一步全面发展 做出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 我有请 第二级斯坦共和国总统 中间的 达帕洛夫先生发言 有请 中间的投开副总统 中间的各代表团团长 我非常荣幸地欢迎 各位参与我们上海合作组织 加 您刚看到的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海组织会议家的 上海组织加会议上发言 他表示 人类科技文明大幅发展的同时 不稳定 不确定 事物也在增加 要牢固树立好 命运共同体意识 秉持上海精神 并且提出了五点建议